我今天出来逛了又遇到这个大丛林了 没事走 给你 看这个大丛林 他在和我唱歌 想吃什么 吃不吃 给你买点东西吃 one piece 给你的 在缅甸这边都是非常喜欢吃这个东西的 刚好遇到大丛林 就给大丛林来一个 他没有加鸡蛋 有的是会加鸡蛋 对 然后再加一点糖 好 谢谢 给你 好好好 找钱给我的 其实大丛林还是正常的 他只是可能有一点毛病 他还提醒我要拿拳 好 走了 保重 拜拜 拜拜 刚才这个大丛林 其实我在缅甸的这条街 已经遇到过他 好几次了 然后 今天的话 刚好买一点饼 就给他顺带买一块 其实我觉得 现在大家对缅甸的偏见是很多的 其实哪里都有好人和坏人 都有善良的人 和邪恶的人 但是其实我走过这么多国家 真的像缅甸人这么纯 还是很少见 缅甸人他有一个特质就是啥 大家记得最近有一部电影叫 估置一头里 就是那个小伙 他出来花美金 然后那个美金递给小姑娘以后 小姑娘不能收 就是怎么样 都要想办法还给他 虽然给他造成了很多危险 但是这个也是缅甸人的一种特质 就是说不是他的东西 他是不会要的 怎么的他都不会要 就像我们经常 我去理发店理发的时候 我的手机落下了 那个老板追的出来 追了一条街给我把手机送了回来 或者说我们去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然后找林的时候有时候忘了 我说他是六七百免币 然后给他一千免币 然后找林是要找几百的免币 然后有时候会忘了就走开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那个老板也会追着 来给你送零钱过来 所以有时候挺感动的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旅行者来说 只要来缅甸生活过的 大部分他都会喜欢上缅甸 这个对缅甸有偏见的人 大多数很多他可能是连国门都没有出过 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所以就不停的看那些媒体上 不停的妖魔化 不停的这样那样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一个理智的头脑 和一个辨别是非的智慧 我觉得都是要具备的 因为我走过几十个国家了 也并不是什么所谓的舌头 什么帮凶之类的 最近很多很多网友给老猪挂了名 各种舌头各种帮凶 也不想去解释 不想去辩解 因为我的视频是还会继续拍下去 反正我也是正规合法的到缅甸 该干嘛就干嘛